剛剛主要重點就是在講了有關第一個 就是說定義名稱 定義名稱主要是從這個地方 就是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如果你假設要增加哪個範圍 對應到哪個名稱的話 你都可以從這邊去做修改 甚至可以把它刪掉 從來也OK 你要先確定這個名稱沒問題 將來如果你有很多個名稱 你就多定義 以後記得按F3 他就把那個名稱叫出來了 這一點其實還蠻好用的 而且還蠻重要 尤其是你將來你處理的資料很複雜的時候 這個是絕對好用的 有點像是資料庫的關聯式資料 關聯式資料庫也是很多個小的表格 table 然後你也是關聯過去 把你要的東西帶過來 OK 那只是說了 那個資料庫是比較少視覺化 這個是比較視覺化 OK 所以這個概念我想 可能第一個你要熟悉 第二個就是開發人員 我們剛剛講的錄製劇期 那因為前面我們有錄製過一些 程式 假設你 有些程式不會寫 那你其實可以用錄製的 但是錄製劇期 我是覺得適合怎麼樣 好像你也不能一下錄太多東西 像剛剛這個錄下來 又要切到這個工作表 然後又要放在哪個儲存格 然後又要輸入公式等等的 特別注意喔 輸入公式你也不需要把這個公式 Delete掉重新再輸入 你不用重新輸入 你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 不需要說你多做這個動作 因為它其實只是把這個 放到那個 我們劇期裡面而已啦 所以其實不需要重新再自己 Key 但是我記得好像Google那個不行 Google那個好像一定要自己重新Key過 才可以 Google也有錄製劇期 但是就沒有像 這邊 這麼的人性化 我覺得Google那個地方 同樣有錄製劇期 但是好像 問題會比較多一些些 好那再來的話 其他就是 細節部分我想請各位自行參考雲端白板 那這個把篩選拿掉 篩選先取消掉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剛剛錄下來的這個東西 在開發人員的Visual Basic 其實也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看到我錄下來的東西 理論上應該會放在這個 Module 應該是放在Module 裡面才對啦 如果你第一次錄啦 我剛剛可能之前已經有錄一個了 他幫我搬到Module 2 不過沒關係 你大概知道一下 你應該是放在Module 1裡面 那會有兩個 因為有兩個按鈕 這個跟這個 所以呢在什麼呢 在我們的模組裡面 一樣會有Module 這個的話是 對到這個Sub 這個名稱 那這個的話呢 是對到這個名稱 所以按他就執行這裡 按他就執行這個 OK 那當然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將來呢 錄製聚集 雖然很好 很友善 而且會幫你自己寫 但是如果你將來想要徹底了解 到底他幫你寫了哪些程式 我是建議啦 你可能要逐行逐行加上註解 比如說 這個上面的註解先拿掉 Delete掉 比如說呢 這一行底下這一行 到底是做什麼的 有沒有 其實應該可以 拆應該可以拆出來 就是你把游標點過去這個動作 有沒有 問題就記得 Shit 刮符 查詢名單 點Slate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呢 所以第二步 第二步的話就是 我們 怎麼樣 切過來之後呢 再做什麼 把游標放在B2 所以如果你以後要寫 把游標放在B2的話 其實就可以寫 Range B2點Slate 第三步的話就是輸入公式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就有個Formula 後面加一個R1、C1 指的是這個所謂的相對位置 不過當然我們寫不會這樣寫啦 我好像之前寫 我甚至這個點Formula這個也不用加 直接輸入公式OK 降下填滿等等的 那至於每一個動作到底做什麼 有興趣同學可以在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我已經有把這個上面的這個程式 有在雲端上面 幫各位加上註解 所以 你們或許也可以順便 參照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2頁 這邊就有了 從 1 2 3 一直到7 那我把這一段 我把它感受C好了 因為我沒那麼多時間 我就直接 把它直接貼上給各位看一下 最後的效果 有沒有 加上註解 跟沒有加上註解 其實最大的差異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有加註解你會發現 這個 非常清楚 一目了然 但是沒加註解 你未來以後要重新看這個劇集 我看你根本完全應該是看不懂的 另外的話 一個好處就是 你回頭看OK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 邊錄製 然後呢 邊學習 因為我 一定有很多同學 剛開始寫 VBA 一定很多地方 都會 是問題 寫不出來 那如果你寫不出來的話 其實說真的 VBA真的最大好處就是 他可以 自己幫你產生 城市 所以記得啦 常常同學說 老師哪個東西 我不會寫的 你用錄的嘛 錄了 你錄了那個東西 你看一下 到底 那個城市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最後把那段 加到你的VBA裡面 那你的城市就可以run 那 如果 比如說我們篩選好了 你想說 老師那篩選我要怎麼做 其實篩選在這邊你會發現 這邊會告訴你是一個叫什麼 Active Shoot Active Shoot的顧名是 就是目前所在的工作表 範圍是這一個 後面呢只要加一個Auto Filter 所以 其實 就是 在VBA裡面 篩選就是Auto Filter 再來你只需要加兩個參數 哪兩個參數 一個是哪一欄 一個是哪個條件 這個叫Criterior E 實際上這個 將來如果你寫VBA 像我甚至更簡化 我連那個參數名稱我都不加 所以以後 如果你假設要簡化 城市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他可不可以run 可以run 沒問題 OK 所以這個參數名稱不是一定要加的 不加沒關係 這個是可以簡化的 其他的話 這個我想細節 請各位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錄製聚集學習VBA 是一個 我覺得蠻好的方法 尤其對於 你完全對於VBA不熟的同學 真的是 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途徑 那再來就是說你可能還是把VBA學一下 然後聚集錄製也OK 那兩者之間 搭配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變出很多的花樣 相輔相成 就是你不會寫的錄製 那你會寫的你就多寫一點 像我們還是會講一些VBA的東西 然後可能 這是第一個 所以清除部分我就不講 清除其實好像只有三個步驟 你也可以自己再加上註解 比如說 清除好像是什麼 游標先放在 這個Range A1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就是這個 然後 清除的話是這個 其實就是什麼 點Clear Contents OK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給等於什麼 等於這樣子 其實也是清除 兩個方法我印象中都可以 其實你們可以自己再try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除了錄製劇集之外 那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寫 我自己寫 OK呢 那你就要想說如果你要自己寫的話 其實當然難度絕對會比錄製劇集來的高 為什麼因為錄製的你只要照著 步驟做 他就幫你產生對應的程式 可是如果你要自己寫的話 那你要知道說你要寫什麼程式 所以分析下來 如果假設第二個我們要自己寫的話 那我應該 寫 哪幾段程式 當然你不用一下子全部寫完 你可以分析一下 第一個動作我應該 一樣嘛 我應該也是要到這個工作表裡面 然後把公式輸入到哪裡呢 輸入到他的第2列 到Ctrl向下 到他的1000列 所以這裡我是不是可以 寫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是 For I 等於第2列到1000列 然後把這個公式輸入到 B欄裡面去 這個我們之前也寫過嘛 所以如果我要自己寫的話 那該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 一樣先建個SUB 那那個SUB名稱 我就直接拿這個來改 名稱我叫做 黑名單篩選加一個VBA好了 OK好這樣 Enter 好第一個 那第2步的話 當然 我 因為我們還是要按照步驟 VBA你不用一次寫完 你可以 先寫第1步 我第一步是要把公式輸入到 第2列到第1000列 有沒有 這個Ctrl向下 到這裡1000 所以呢 我們等於是可以在這邊先寫一個回圈 回圈範圍就是 For I 等於第2列到第1000列 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然後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把公式 什麼公式 這個公式 放到這個B欄 所以 Sales 挖弧的第1列 這個跟前面寫過的蠻像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不太清楚可以回頭看一下前面的 等於 雙引號 然後把公式 這個公式 貼到複製之後 取消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這個動作應該跟前面的 相仿 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你必須要把什麼 把這個2改成I 有沒有 因為這個是A2下一個應該A3 A4一之類推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把這邊 那改的方法我前面有教 跟各位講過 就是 背口缺好了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那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 前後呢 加上空白 好那第1步就完成了 所以我如果假設 我現在把這個 這個範圍的 這個公式清掉 那我現在直接這樣跑了 你會發現 他等於就是把公式 再幫我 丟到這個 有沒有又恢復了 又恢復了 可是喔各位有沒有 想到一個問題 將來我的按鈕 可能會放在這裡 那如果我將來我的按鈕放在這裡的話 那如果我現在按一下他 他輸出的話應該會輸出到我現在 的工作如果現在喔假設我現在在這邊執行的話 他會變成什麼 他跑到這裡來了 不對啊 我應該是要到這邊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是跨工作表的話 那你必須要在儲存格的前面 再給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 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這個 先Ctrl Brake 因為他這邊喔 跑 還在跑 如果你要停止的話 因為他為什麼一直跑 因為 他一直一直往下 他一直比啦 比太久了 因為資料太多了 所以記得 如果你要跨工作表的話 我這邊先把他刪掉 Ctrl Shift向下 Deliz 他一直跑 你必須要在這個儲存格前面跟他講 在這個儲存 在這個工作表 那所以喔 可能還要請各位多學一個 物件名稱 叫做 序齒 這個應該你在錄製聚集的時候也會看到 有沒有這邊有個序齒 哪一個工作 其實就是這個啦 就是序齒查詢名單 查詢名單有沒有 點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那個貼過來 意思就是說 我要輸出這一串公式 並不是輸出到我目前的 如果你前面沒加的話 如果前面沒加 他會以為是這個 在這裡 的這個 開始往下 如果你加了之後 他就知道 你要放的位置 是在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這個 假設我現在把這個 Ctrl Shift向下 Deliz掉 那我如果從這邊執行 剛剛會出錯 他會輸出到目前的 那如果我加了 另外一個工作表 的另外一個範圍的話 如果你現在執行 下面不會出現 那這邊會不會出現 我切過來看 這邊會出現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段的話 就是一樣 其實 這一段程式 跟前面我們好像寫蠻多的都一樣 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多了一個跨工作表 的需求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跨工作表 所以我們今天又多 學了一個 如何跨工作表 輸出你的公式 OK 那 可是 不對啊 你說 老師 我們好像剛剛入日去期 除了輸出公式之外 還要再篩選 篩選完之後 還要把篩選到的結果 所以還有什麼 還有篩選 篩選 所以喔 我們等一下如何 做這個動作 然後還有把 A2到底下的 這一個 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這邊 這個範圍 有沒有 複製過來 所以待會還有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是篩選 一個是複製 對 老師我會 直接判斷 然後一次判斷 對就增加 也是可以啊 只是寫法不同 但是 你如果 每次判斷 每次寫過來 跟你 判斷完之後 再一次的話 那效率 可能會 差異蠻大 因為 邊判斷邊寫 執行效率 應該是會非常慢 對批次的嘛 因為你弄完 再過來 跟你慢慢慢慢 所以 程式怎麼寫 其實有時候就是 還是要考慮到那個優化的部分 執行效率部分 所以第一步 請各位 先試試看 我們 就是先 批輸出公式 第二步就是篩選之後 再把要的資料 複製到指定的位置 那怎麼寫 跟各位講 待會很簡單 再加兩行程式就好了 如果你會寫 兩行 如果你不會寫 可能10行 20行 OK 那你們可以參考 我剛剛寫的那個程式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就是在這裡 第2頁這邊 所以我剛剛寫的就是這個 那再來就是篩選 你會篩選就是這一行 複製就這一行 所以你會發現 篩選跟複製其實就兩行 OK 所以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哦 MING PAO CANADA